嗨,こんばんは,トマです 今天呢,我们要来学两个NE的文法 那这两个文法呢,都是和ばかり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就直接来看今天的内容吧 好的,那我们来看第一个文法就是 とばかりはいえない とばかりはいえない 那这个ばかり呢,它就是和这个 我们讲全部或者是近视 全部都是一样的这种用法 那言えない就是这个いる的可能性 言う的这个可能性就是说 能说还是不能说 那后面呢,因为它是否定形式 言えない,所以它就是不能说 那刚刚我所说的全部一样不能说 这两个句子呢,联合在一起的话就是 你不能说全部都是一样这样子的一个用法 比如说你对一件事情呢,你就判断说 应该全部都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你要否定它的说法 所以你就说,不能说全部都是一样的哦 还是会有一些部分呢,是可以否定的 这样子的意思 那这个呢,它是偏口语化 所以呢,大家可以就是在和朋友啊 和家人对话的时候 或者是在职场上 就是有一些部分你要反驳 就是说不是全部都是这个样子的 也就可以用 とばかりはいえない 那我们来看它的接续词 那这边呢,前面有一个と 所以前面的这个所有的接续词呢 都是以普通形 普通形呢,有两个要点要起的 一个是那形容词 另外一个就是名词 它们的后面呢,要加一个 da 就是何々だとばかりはいえない 这个是属于那形容词跟名词 那其他的呢,比如说像动词啊 或者是像意形容词的话呢 就是用它原本的 动词的话就是ジショケ 就当作是辅助ケ 然后呢,意形容词的话就是 什么东西都不必加 直接 い 然后呢,加这个とばかりはいえない 那我们就直接来看今天的例子吧 いちがいに漫画が悪いとばかりはいえない いちがいに漫画が悪いとばかりはいえない 那这个呢,是非常简单的句型 那这个呢,它就用了一个副词 就是いちがいに いちがいに呢,是我们讲全部一律 这样子的意思 所以呢,刚好它可以配合到 とばかりはいえない这种的文法 就搭配着用前句跟后句 这样子 那这个呢,它的意思是说什么呢 いちがいに就是一律的 全部 然后呢,漫画が悪い 漫画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漫画 日本的漫画 悪い就是呢,不好 因为呢,很多人都认为说 看漫画呢,对我们讲 小朋友啊,会有不好的影响 这样子 但是这个是刻板印象啦 那实际上呢,现在的漫画很多呢 都会有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教育性质的啊 可以启发到你生活的什么 就是很有励志的一些名言啊等等 这些呢,都是我们讲看动漫啊 就是看漫画啊 也是有很多这样子 或者是和朋友之间呢 有相同的这个话题 都是一个增进 我们讲交际关系的一个手段嘛 所以呢,我们说不能够全部都说 漫画都是不好的影响 那我们就在后面加一个 とばかりは言えない 那这个悪い它是意形容词 所以刚刚我就说了 意形容词呢 是不需要再加任何的东西 直接 悪いとばかりは言えない 所以这句话呢,它就是指 不能说全部漫画一律都是不好的 一概に漫画が悪いとばかりは言えない 外国へ留学するのは いいことだとばかりは言えない 外国へ留学するのは いいことだとばかりは言えない 那这一边呢,我们看到 こと它是名词 事情,名词 然后后面呢,我们要加一个 だ 然后呢,再接这个 とばかりは言えない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整句 是什么意思啊 首先它就讲到的是 外国へ留学する 这个呢,就是它的事情 它所要强调的事情 就是去到国外留学的意思 那え呢,这个是移动的格助词 也就是指会有移动的 这种的意思 就是去到外国 去到国外、海外去留学 外国へ留学する 然后呢,后面加一个のわ 这个のわ呢,之前有跟大家讲过 就是呢,它把这个 外国へ留学する 变成一个名词 就觉得这一件事情 它就是把它强调成 这一件事情啊 去国外留学的 这一件事情呢 所以它就会用这个のわ 把前面的所有的这个句子呢 变成名词化 外国へ留学するのわ いいこと いいこと就是好的事情 这样子 大家都会觉得说 啊,如果你家庭的孩子 可以去到外国、海外去留学 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但是全部都是好事情嘛 所以它就用了这个 ことだとばかりは言えない 就是呢 不能说去海外留学一定都是好事 也有可能就是在外国呢 会染上了不好的习惯 或者是交到不好的朋友 或者是我们讲很多很多文化的冲击 然后导致到可能学坏了等等之类 所以呢 也不一定是好事情 简单来说呢 就是把一个全部大家都说好的事情呢 把它反驳 变成还有一部分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とばかりは言えない的用法啦 外国へ留学するのわ いいことだとばかりは言えない 好的,接下来呢 第三个例子呢 是要给大家一起参与造句的环节啦 计划不能够顺利的进行 不能说全部都是它的错 计划不能顺利的进行 不能全说都是它的错 那这个呢 它是跟第二个例子差不多一样的这个句型的 它都是把这个计划不能够进行这件事情摆在前面 后面呢 才说就是不能全说都是它的错 所以我们就把这两个句子分开 然后个别的造句子 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个计划不能顺利的进行 这个我们要怎么说呢 那计划就是計画 是和这个汉字是一样的 那顺利进行呢 它这边呢 有一个我们讲单独特别的一个句子 特别的一个动词来用 就是うまくいく うまくいく 这个是经常都会用的 うまくいく就是顺利的意思 顺利进行 这件事情顺利的发展 或者是你可能会议开会的时候 你要发表 你要发表你的这个计划等等 它进行的很顺利 就是うまくいく うまくいきます 那这边呢 它是否定嘛 就是不能顺利的进行 所以它就是 うまくいかない うまくいかない 那这个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嘛 因为要发生了 我们才说不能说全都是它的错 所以我们再把いかない 变成 过去是たけi 就是いかなかった いかなかった 所以整个句子呢 计划不能够顺利进行 就是計画はうまくいかなかった 計画はうまくいかなかった 那刚刚我有所说的 它就跟第二个例子是一样的 就要说明这件事情 所以呢 后面我们要加什么 のわ 就是うまくいかなかったのは 足语 计划不能顺利进行 不能说全都是它的错 那这边呢 我们先把とばかりはいえない 摆在最后面 然后呢 我们要讲说它的错 因为后面的这个否定型 是我们已经定在那边了 那它的错 是要怎么说 全都是它的错 我们要怎么说呢 那全都是呢 全这个我们副词呢 就可以把它拿出来 就是全部 全部 然后呢 kare 就是他 のせいだ せいだ 那这边的せい 也就是指他的错的意思 kareのせいです kareのせいだ 这样子 那我们的句子呢 就完成了 就是計画はうまくいかなかったのは 全部 kareのせいだとばかりは言えない 好的 第二个文法呢 是 とばかりおもていた とばかりおもていた 那它一样的前面都是と 所以接续词呢 还是一样是 ふつけ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おもていた 它是过去式的 而且还是一直发生的事情 那它整个句子呢 就是其实是过去式的 大家要清楚 这个都是一直以来 从以前到现在 这样子的意思 那ばかり 也是一样 就是 一直或者是 静 是一样的 静坐 一样的事情 那这边它的意思呢 就是 你从以前 一直以为的事情 但 其实 不是 有一个反差的 前后反差 这样子 就是 自己以为事情是错的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とばかりおもていた 那我们来看这个例子 外見から あの人は 女性だと ばかりおもていた 外見から あの人は 女性だと ばかりおもていた 那这个呢 它就是 在以为什么事情呢 外見 是什么呢 就是 外貌的意思 外表 从外表呢 就是 从外表上面看来呢 我一直以为 他是 あの人は 他是 女性 就是 女生 从外表呢 可能 那一个人呢 他穿着打扮 就是 比较 女性化的 但是呢 我们讲 其实 它是什么呢 是 男生 这样子 所以 这个呢 就是一直以来 你以为 它是女生 但是 事实上不是 但是后面的 这个句型 就是你要说 事实上是什么呢 你也不用特别的 去强调 因为在口语上面 来说呢 很常会被省略掉的 就像我们中文 我们有时也会说 我一直以为 它是什么什么什么的 但是不会去强调说 原来不是 或者其实不是 一般上都是 在讨论的时候 你就很压抑说 啊 あの人は 女性だと ばかりおもていた 这样子 啊 我一直以为 它是女生耶 这样子 就结束了 所以后面那一个呢 就不用特别去加 这样子了 所以大家明白 这个ばかりおもていた 的用法嘛 就是 一直以来以为的 但是呢 真实 事实 是和自己的 以为是不同的 那这个呢 它这个呢 它在后面就有解释了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Tanaka さんは独身 那这个独身呢 在发音上面 大家要特别注意哦 它不会特别的练 独身 这样子 它这个 就只是一个气音 它不会特别的就发音 就是独 独身 就跟学生 是一样的 之前也有解释过 给大家知道 那 Tanaka さんは 独身だ とばかりおもていたが 这个呢 它就用来接句子 后面呢 加一个が 可是呢 这样子的意思 你也可以这样子用 那这边呢 独身就指单身的意思 我一直以为 Tanaka 它是单身的 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人的 这样子的意思 但其实呢 是怎样呢 其实就是 結婚してるの 結婚してるの 就是我们讲的 结婚了吗 所以其实它是结婚了吗 我一直以为它是 单身的 一个人的 好的 那今天呢 我们学了两个文法 一个是 とばかりは言えない 另外一个是 とばかりおもていた 虽然它们都是 ばかり 但是它们的意思 都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呢 以为 我以为是怎样 然后另外一个是 言えない 就是不能够全部 都是这么说 就是有部分的反驳 这样子啦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教学影片 已经到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内容的话呢 不要忘记给一个大大赞 然后分享去给你所有的朋友 那如果你还没有订阅它们的频道的话 一定要订阅哦 这样子 你可以第一个时间 收到它们最心动它啦 那么就下个影片再见吧 すかさまでした 好 周末哦 拜拜 Marenu呢 就是在一个固定的时间点 在这个时间点 之前 最迟之前 这样子的意思 所以呢 我们很常会在 戒指日期啊 或者是 我们要 在